我一个研究生在郑州找不到啥好工作 打算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郑州其实挺好的 是我自己不行 在郑州就拿几千块工资 爸妈都瞧不上我 我爸还一个紧批评我 说我一点本事没有 早知道不该让我读研究生 正这点 小时候比谁考试成见好 长大了比谁正多 这日子过得真累 感觉一辈子都是为了爸妈的面语 现在是彻底混不下去了 这件太难了 一开了学校 发现这一切 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比较跟我一样 今年毕业的毕业生 现在情况都怎么样 只有进了社会 才真正的开始成长了 我现在是在深圳市中心 福田福田中心的一个商场 一边是逛村 然后发现就是 货架上真的 好多东西都在打折 就是以前卖的比较高端一点的 或者贵一点的一些 这种牌子啊 食品啊 对进口的 就统统卖不动 高端的商品 然后等着商场 里面几个人逛 就真的 虽然说现在是上班时间 但是 就整个超市真的 逛的人大概就三四个吧 真的不知道这么大的一个超市商场 感觉它经营下去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不然很多商品 以前 现在 增积好一点的时候 它都卖得很贵的 而且每年都 多少涨价 现在感觉这个物价真的 好一点的东西 真的已经 都在打折卖 然后很多都跌回 好几年前的价格 所以真的是 实际切身的感觉到这个通缩 给大家看一下 没人 真的没人 现在国内大部分的企业 这个大部分可能就是指90%或者95% 甚至更高 不管做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的 基本上都不赚钱 或者亏钱再做 最多养个人工 现在唯一能赚着钱的 就是说是做外贸的 包括是外贸服务的 这个产业链 还有 有点赚钱的机会 上海餐饮现状 上期我们看了品牌必争高地 中山公园龙之梦的必要层 有好也有差 我们继续上楼 看看六七八层 正餐的状况 现在已经晚上六点半了 扶梯一上来 就看到了昔日网红餐厅 二人三度不太有关门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边上活鱼现烤的鱼库 没人排队 里面人倒还可以 买一动 老盘韩国烤肉 现在也没人排队了 里面人也不多 交换 水煮鱼和川菜 就两三桌人 看来大家对于水煮鱼也不感冒了 各老官 老盘牛挖火锅 人气大多多钱 和府捞面 晚上吃面本来就不多 生一般 唐道具 百年老字号月菜馆 王菲家烤肉 在撤店 从改自住后 品质下滑比较严重 江边城外 也是老牌子了 一半都没坐满 几中食堂 之前在韩国街 火爆的场景也不在了 安三胖 现在改名字叫安幼堂 循香记 上海的香菜品牌 也没了坐满人 太辣 这个人就更少 这家谢黄汤包 没人 我看已经不是价格原因了 隔壁青花椒 把水煮鱼 人也不多 立方铁铁板烧 人一般 也没有坐满 牛牛受洗烧 生意还是不错的 排队人也不少 看来品质自住 还是很受欢迎的 船中做烤慢的 生意斑斑 我是厨房 中午晚市竟然不用排队 左停右院 人不多 不用排队 全商场都是费大厨保购 人还可以 但没有排很长的队伍 又一家东北菜 没中了 泰尔专菜鱼 这个点人太少了 总结下来 80%的店 中午晚上都没有排队 少的只有几座 剩下20% 排队状态 都不能和之前相比 起码少了一半 生意好的店 主要集中在一些老品牌 还有一些自助品位 和客战价相比较低的店铺 虽然龙之末流量不缺 但是也和前几年比 降了很多了 一个是因为天气炎热 还有重要一点 顾客消费更加明确化 望到哪家 吃哪家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今天咱们去看看大友谊 至少在两代人心里 这都是一个 与众不同的商场吧 怕党年的标签层次 一定不亚于海信吧 咱们进去看看啊 这是一楼 这是二楼 再往上就封闭了 事实上 我的第一感受是 遗憾和凄凉 长年是多么的风光 现在跌落神坛 让人唏嘘不一样 如果有想来看看的小伙伴 您就转进时间来 咱不知道商场方面 过段时间会怎么安排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印度已成为百事可乐 联合力华和其他消费品巨头的新目标 这些国际企业纷纷投资印度市场 试图填补中国需求低迷带来的缺口 印度经济在主要新兴市场中增长最快 国际企业正准备推出新口味和新包装 以满足印度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特别是吸引该国庞大的农村人口 NX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 雅各布森指出 过去十年 企业重点是向中国销售 而未来十年将是向印度销售 他说 你必须去人口和经济条件有利的地方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印度的主要消费品公司预计 政府支出的增加 私人消费的复苏 加上今年季风季节的雨量恢复 将推动未来几个季度的消费支出增长 相比之下 中国的需求持续疲软 拖累了许多欧美企业的业绩 确巢公司表示 最近一个季度 大中华区的总销售额下降 并称中国的整体经济和消费者情绪明显弱于预期 麦当劳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韩普辛斯基 在谈到今年第二季度业绩时表示 中国的消费者信心相当疲软 他说 无论是在我们这个行业 还是在广泛的消费行业 你都能看到消费者非常 非常追求优惠 他补充说 中国消费者以价格为导向 哪里买东西划算就去哪里 星巴克报告称 截至6月30日的季度内 中国铜电销售额下降14% 远高于美国2%的降幅 其在中国的7306家门店 同一季度的营收下降了11% FM Investments资深基金经理人 奈斯比特表示 中国一直被视为投资者的宠儿 但现在已失去吸引力 国际顾问公司凯度南亚地区 董事总经理拉马克里西南表示 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持续的疫情 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 之后增长一直非常缓慢 他指出 相比之下 印度快速消费品的增长率 一直维持在4%左右 呈现出健康的增长态势 他说 印度的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出现了增长 但农村地区的情况更好 国际消费品公司也纷纷在印度市场投入大量资金 百事公司已推出了新零食 可口可乐公司为延长产品保质器进行了包装升级 雀少公司也计划于年底 在印度推出高端咖啡品牌Nespresso 凯度公司的数据显示 截至6月的12个月里 可口可乐在印度的家庭渗透率增长了24% 百事可乐增长了12.7% 雀少增长了6.7% 历劫时增长了约3.8% 益兹国际正与联乐烘焙集团合作销售其产品 并计划在8月推出新包装的奥利奥饼干 意思表示 今年第二季度在印度的巧克力品类 实现了中等个位数百分比的增长 可口可乐在印度的销量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联合利华在印度的销量也连续增长 百事公司在费州 中东和南亚地区的销量有所增长 并表示印度将成为其增长的主要空间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和